中华职棒冬季联盟金 30日日本社会人队与日职冬军交手前 邀请台中市东山高中国中部江婉婷担任赛前表演跟开球嘉宾 但她在开球时发生小插曲 过往开球都是朝本磊帆不守方向投 江婉婷却是朝二磊方向把球投出场边球员都看傻眼 她惊觉自己投错方向也面露尴尬的笑容 此意在台中市州计棒球场开战 赛前江婉婷穿着制服走上投手球 当时她先跳了段舞蹈 不过表演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面向外野 现场观众们只能看着她的背影 江婉婷跳完舞后转过头先看了播手一眼 结果就把球往二磊方向投 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投错方向 江婉婷事后在个人IG放上影片 写到投错也在底下为自己搞错方向表示抱歉 不是故意的 是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抱歉 日后我会常关注的 她这次开球也吸引不少网友到她的IG朝圣 不少人觉得很可爱 还有网友打趣的说要红到大联盟了 中时电子报